金團長你好 你好 我九陽大名 原來我們好像曾經碰到過 今天找你這麼機會 我們來聊聊好嗎 行 我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 上海西洋紅中藝歌舞團 那麼我手下也有 加起來 全部算起來的話 也有27、8個團隊 我們前期的名稱是西洋紅藝術團 那麼我們西洋紅藝術團的唱始人 是那個楊文東先生 那麼他的愛人呢 是我們西洋紅藝術團的老團長 叫黃英月 那麼在去年3月底的時候呢 他突然也走掉了 就是在22年的時候呢 他就因為考 可能他考慮到已經身體不行了 那麼也就是 就是用我們老團長和楊文東先生的話 說起來就是長好幾年來 一直在護士一個新的接班人 那麼我呢也就是有幸被他選中了吧 對你自己的生活 對你自己的生活 實際上是多少時候有一點影響的 是的 是的 但是你要想經營好一個團隊 你必須得熟起小家 是吧 那麼現在呢 因為我自己的家庭呢 孩子呢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啊 我愛人呢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他們也不干涉我 肯定是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的 那我身邊這位是咱們上海湯 非常有名望的那個大導演 老師你可不可以能夠說兩句吧 好我來跟他說幾句哈 他是一個很能奉獻的 鞋鴻的新館長 我搞金劇畫劇專業的 他是你的導演 嗯 這是我們上海湯非常有名的專業總導演 他對那個副劇樂劇金劇對吧 都是非常精通的 你像這一次黃河路35號的長江劇院 舉辦了一次大型的文藝會演 就是我們總導演呂聰老師導演的 而且他編導的這個節目 都是這個京軍樣板戲 幾個樣板戲連唱的 非常氣派非常有看透 也是整場節目中最好的一個 最有最拿得出手的一個 所以應該說上海人 演藝界的人 絕大多數是認識他的 也多人認可他的工作 他工作能力非常強 而且那個他的思路格局非常的高 尤其他的做人的人品好 所以我呢也很認可他 我們西洋紅團隊呢也前仰 站著我們離島 對我們西洋紅藝術團的支持 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努力 還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努力 我退休了這麼麻麻肉肉的 圖的啥 圖的就是大家開心呀 老的就是圖這個開心 還有一個就是 咱們雖然說年紀已經上去了 像我快七十歲了 是吧 總也想為社會發一點自己 力數能及的光嘛 對吧 你像我們離島 經常會主持 我們一些團隊 去上敬老院 去慰問啊什麼的 這都是一些公益的活動 只有付出 不同回報 這個精神 那麼不是嘴上講講的 要賦予實際行動的 那肯定的 一般人是很難做得到 是吧 是吧 搞得群眾唯一 做不到也得做得到 因為你是了公眾人物 你公眾人物 眼神他白手起家 那麼多人西洋風要接下去 他只能一家一家敲門 把他們主持起來搞 真的他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說你不管 我到哪裡我都會支持你 比如說這一次 我們就是4月14號 在黃河路 市中心 長江紀元 舉辦的 華東之春 實際上就是華東六省儀式 春節 年華晚會 但是已經到春天了 對吧 那麼我們72個節目來 從早到晚 大家都是很積極的 三場 有少兒 有青年 有中老年 有專業的 有業育的 還有國際上的 有幾個六省市的一些專業的都敢來參加 但他們的景觀安排在前頭 所以他們就必須很早來 你任何人都早 在那裡做好 開場化妝最終必須要搞 我們的獎項 是 所謂的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也就是五顆星 四顆星 三顆星和特別獎 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中老年 大家都辛苦 來到以後 我們總要 都要給人家一個獎 讓他開心 我們的目的 比如說我是搞專業的 我的目的 我不想投什麼 就是退休人員 這個藝術團裡面 提醒西安宏 應該說在上海市有一定的知名度 對 應該是 66周年過來 今年已經67周年了 然後呢 就是上海市的很多活動 大型活動 都邀請他們參加 這是事情 我們主要是在我們離島的扶持下面 基本上他有什麼那個重大的活動 他第一時間會告訴我 那這位女士也是你們團裡面的 她是那個 你說我們什麼那個積極骨幹 是我們西楊宏的優秀志願者 她從事志願者工作已經好幾年了 我做志願者有15年了 在各個方面 包括在那個西郊公園的 腦癱的兒童 就是養老院啊什麼的 我一直去做 那麼 因為 怎麼說呢 反正 都是一些公益的活動 好多 好多人呢 因為我們 經常這樣的搞活動 以後呢 就是感染了周邊的朋友 他們會朋友帶朋友 不斷的 加入到我們這個團隊進來 那麼我們也是 關鍵就是 現在呢 關鍵就是要把這個 我們西楊宏正面旗幟 要那個高高的舉起 而且要發揚廣大 把老一輩的那個優良的傳統 我們就要繼承下來 繼續發揚下去